各位好,我是多奇數位創意的技術總監,威爾寶哥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SQL Server 2008 R2的相容性測試 首先在我們課堂開始之前呢,可以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是一堂價值一萬兩千塊的獎座,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軟體開發夥伴的話,也就是certified partner 只要你的貴公司的應用程式通過相容性檢測的話呢 微軟就會免費送你2011年的TechDates門票,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麼今天這堂課呢,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 但是相信很快的讓大家就可以上手,所謂的相容性測試 在我們測試開始之前呢,有幾個必要的準備項目 首先,你必須要有SQL Server 2008 R2安裝起來 而且SQL Server 2008 R2的版本呢,必須要安裝在Windows Server 2008 R2的企業版 或者是Data Center版以上,任何其他版本都沒辦法 例如說Standard版,或者是這個Web版都不行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是,應用程式的執行環境呢,必須要先完整的設立好 例如說你可以把你們的應用程式安裝在Windows 7上面 或者是Windows Server 2008 R2的企業版上面等等 而且在測試,相容性測試開始之前呢,必須要把所有的這個應用程式需要執行的環境全部都設立好 那我們可以測試什麼樣的一個應用程式呢? 只要任何可以連接到SQL Server的應用程式 都可以進行今天我們要講解的這個相容性測試 那麼這邊是一個完整的這個測試環境要求 那我們要完成相容性測試的話呢,有幾個基本的步驟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畫面上有提到兩個 第一個是進入微軟平台就緒網頁 然後我們會必須要在上面直接做註冊 或者是直接登入Live Passport 然後呢,我們可以更新一下個人資料 然後輸入一些像Twitter、Facebook等帳號可以讓你輸入 接著我們來填寫應用程式的基本資料 然後我們要記下Application ID的號碼 接著我們下載這個ReadyTest Tool工具 然後就可以進行檢測了 那我們在執行的過程之... 那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幾個步驟 就可以很快速來完成整個相容性測試 那例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可以從開始測試 然後檢視報告 然後將我們檢視的報告如果通過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測試結果進行封裝 封裝完之後呢 再回到我們的這個微軟平台就緒網頁 再上傳結果 就可以結束了 那我們在開始測試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注意事項 那待會我們來demo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好好講解一下 接著我們就來實際操作看看 當我們登錄到微軟平台就緒的首頁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登錄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登錄任何一個Live Passport 那麼登錄完成之後呢 首先是要先做一個基本的自我介紹 然後填寫一些公司的基本資料 表單送出之後呢 馬上就會要你輸入一個應用程式的細節 這裡所要輸入的資料呢 就是你這一次要做相容性檢測的資料 例如說我們的應用程式叫做我的SSMS 然後我們選擇應用程式的語系 然後我們選擇應用程式的語系 這時候呢 我們來選取我們要測試的這個產品是什麼 例如說我們這次我們 例如說這次我們要測試的產品是 SECOSERV 2008 R2 然後呢 我們就勾選這個R2 然後我們來選取相容性驗證完成的日期 這個日期呢 事實上是你預計想要檢測完成的日期 那假設我們直接選31號 我們選今天也可以 因為這個完成整個相容性檢測的話 可能不到幾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整個完成了 好我們把應用程式存檔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在更新完個人資料 然後設定完一個新的應用程式之後呢 我們在左邊我的檔案的地方 我們可以在左邊看到 應用程式名稱會有一個我的SSMS 也就是剛剛我設定的那個管理的應用程式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應用程式之後呢 右邊這邊會看到一些欄位 然後我們使用到的技術有用到Microsoft SQL Server 那右邊有一個下載工具我們點一下 我們可以從網頁的下方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指示 可以教你怎麼使用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直接下載這個Ready Test Tool 來進行這個相容性檢測的動作 那麼底下有一個測試資訊 除了從這邊也可以下載這個測試工具之外呢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程式ID 這個ID呢 待會我們在相容性檢測的過程之中 還會用到一次 所以我們把這個網頁先保留下來 在我們安裝好Microsoft Platform Ready Test Tool之後呢 我們在桌面會看到這樣的一個 icon 那我們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立即按下 Start New Test進行測試 那在我們在進行相容性測試之前呢 我們先試著開啟Management Studio 我們先連到我們遠端的伺服器 Server name login password 先都打對 然後我們連線過去 確認我們的SQL Server連線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就先輸入這個 我們這次測試的名字 然後選取我們要測試的使用的技術 也就是我們這次相容性檢測是要測SQL Server 2008 R2 那我們就把這項勾起來 選下一步 那麼這個步驟呢 是輸入一些測試之前的一些基本條件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邊點下 Edit 設定一些基本的條件 那麼上面這邊呢 是一些工具會幫你檢查的事項 那麼底下呢 是它需要你填入的一些資訊 那這邊就是我們要連到這個SQL Server 然後輸入完連線資訊之後呢 我們測試看看 測試成功之後 它跟你講OK了 那麼下一步呢 是輸入SQL Server的Tracks File Location 那麼這個追蹤檔的路徑呢 非常重要 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測相容性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SQL Server 2008 R2 跟我們要測的應用程式 或者是網站 都安裝在同一台主機上 這樣子我們設定上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這裡選Slack的時候呢 我們就選本機路徑就可以了 不過我知道大部分的公司呢 他們的SQL Server 基本上都是獨立一台 然後我們在做測試的時候呢 會有額外的測試機 會有不一樣的測試環境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相容性檢測的時候 有可能是SQL Server 在遠端的情況之下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要設定Tracks File Location呢 就必須要透過 UNC的路徑來進行設定 那麼首先呢 我們先連到 我們遠端的 SQL Server 2008 R2的電腦 那這是我遠端的 SQL Server 2008 R2的電腦 那由於我們這邊必須要 收集所謂的Tracks資料 所以我們必須新增一個目錄 並且呢 讓這個目錄 可以讓 SQL Server 以及讓我們測試環境 同時都可以存取 這樣的一個路徑 所以呢 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把這個路徑呢 共用出來 除了共用給 我們 待會我們會連進來的 這個Administrator的 這個帳號之外呢 我們還必須要共用這個目錄 給SQL Server的 Instance的帳戶 那我們要如何去查 SQL Server Instance帳戶的 權限是誰呢 我們可以 開啟 SQL Server的主態管理員 我們可以看一下 SQL Server服務 也就是這一個 這個服務的登錄身份呢 這邊有寫到 是NT Authority的 Network Service 所以代表我們的 SQL Server是用 Network Service這個權限 來做執行的 因此我們的共用對象 還要再加一個人 也就是我們的 Network Service 並且 讓他有寫入的權限 所以共用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 Trace的分享目錄 分享出來了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設定 SQL Server Trace File Location 當然我們這邊設定的 必須要是 一個 遠端的路徑 然後按下OK 接著呢 因為我們的 那個Ready Test Tool 必須要從遠端 登錄到這個路徑 所以我們這邊 必須要輸入 遠端有分享 寫入權限的 帳號密碼 那我們剛剛有分享給 Administrator 所以這邊 必須要設定一下 那最後我們按一下 Verify這個Button OK 如果說你看到 Status是Complete的話 而且是綠燈亮 那麼就代表我們的 前置條件已經都設定完整了 那如果說我們這邊 不幸是Incomplete的話呢 這邊也許會出現一些紅色字 我們就依據這些紅色字呢 再進一步的去 查看你的這個 測試環境是否符合 基本的要求 像這邊就是 寫到一些基本的要求的部分 那麼資訊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按下Cross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我們檢測的這個目標 這個技術 它的Status 是Passed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按下下一步 再按下下一步 接下來的這一步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我們在正式開始 執行你的應用程式之前呢 必須要在這個地方登錄說 你的應用程式是哪一支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做這樣一個 設定呢 我剛有提到 SQL Server必須要透過 Trace File的這個設定 让你知道说 让这个test tool可以知道说 你的应用程式到底对SQL Server下了多少 这个TC code的指令 不过 他收到这些完整的test file 他怎么知道你的应用程式是哪一支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边去加入你的执行档 我们回来看简报的部分 这边是写说 开始执行之前 记得选对执行档 如果你是Windows Phone Application的话呢 你要选的是你主要的执行档 如果你是Windows Service的程式呢 你必须要透过服务管理员 去查看你的服务的程式 主要执行档的路径是哪一个 那么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 是属于Web的应用程式的话呢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选取 对的这个应用程式极区所执行的档案 如果你是IS5或者是6的话呢 你可能会选取 这个不同档内版本 会有不同的路径的ASPNet 底线WP.exe 那如果你是IS6或是7.0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选取 W3WP.exe这支程式 那么如果说你是在 64位元下的X86的话 你必须要选取这样的一个路径才对 那请注意 相容性测试执行的过程 记得要将其他网站停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一个应用程式极区里面 可能会有好几个网站在执行 那我们在做检测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呢 它的对象有可能 不应该包含那些 不在我们这一次相容性检测 范围内 所以我们在测试之前呢 记得把其他网站都先停用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 要测试的这个对象是SSMS 所以我们把这个 Management Studio打开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这支程式它的执行档 到底是哪一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这种方式 迅速的了解到 哦原来这支程式的 这个执行档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按一下右键 把路径复制下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 这个程式的执行档 加进来 OK 所以当你的程式要开始执行之前呢 你必须要把你的 要 把你要检测的相容性的 这个应用程式 加入进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下下一步了 那么这个步骤呢 就是你已经完成所有 相容性检测之前的所有步骤了 那么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 就要必须要开始 执行你的应用程式 例如说我们今天 是要来检测 这个Management Studio 这支程式的相容性 是否符合 这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边 做任何的应用程式操作 例如说你可能想要把 这个资料 读出来 或者是编辑资料 等等 所有对资料库的 种种操作 它全部都会记录下来 如果相对应到 贵公司的应用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你们的应用程式 所有的功能全部都列出来 并且把所有的功能呢 都操作一遍 看这个操作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有这个任何错误发生 当你做完所有检测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的构选项目就可以点选yes 然后按下一步 next 好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 chess file啊 等等相关资讯 全部都收集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步骤呢 它是问你说 你是否有用到 其他的SQL Server Feature 例如说你的应用程式 如果有用到Reporting Service的话呢 这边可能就要打勾 那如果说 这些SQL Server 2008R2的功能 你都没有用到的话呢 你也可以全部都不要勾 直接下一步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测试结果是PASS的 代表我们的应用程式 已经通过了相容性检测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看 我们这个相容性检测的结果的话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show 它会开启一份网页 那么这份网页呢 就包含了 你的这一次测试的 所有的这个测试细节 我们点一下我们这个连结 我的SSMS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测试环境的状态 这边都是绿灯亮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测试的这个detail 这个detail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前面三个test case是PASS的 但是后面有三个 其中第一个是PASS 第二个是Fail 第三个是无法决定 那么你可能会想要问说 为什么我这个测试失败了 但是我刚刚的这个测试结果 却是PASS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 Sequid Server 2008 R2的相容性检测呢 总共有六个test case 那么其中有三个test case呢 是要求一定要通过才行的 那么有另外三个test case呢 如果说你没有符合 这个测试案例的要求的话呢 它也可以让你 这个视为是相容性检测通过 那么这个待会我们的简报 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好那我们知道 相容性检测已经过关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来准备 我们的这个测试报告 并且上传到 ReadyTest的网站 所以这时候我们点选Reports 准备来产生一个新的报告 那我们打算把这个test name 把我们的这个我的SSMS 这一次的测试 勾选下来 勾选起来 并且点选Next 再按一下Next 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填入一些重要的资讯 第一个是应用程式名称 第二个输入应用程式的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是你自己定义的 那么这个步骤就非常重要了 它必须要建立一个测试结果的封装档 那么这里的这个测试的这个结果的封装档呢 必须要设定一个package的名称 你可以设定你当初在这个网站所设定的应用程式名称 而且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这个应用程式名称呢 它会有一个隶属的这个应用程式ID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把这个ID复制下来 并且贴到applicationID的这个栏位来 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就直接按下一步 好 我们的这个报告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test result的package location 我们点一下show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测试报告的封装档 其实是在这边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路径先复制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一页执行上传的动作 我们把路径贴上去 这时候呢 我们就选取我们的这个测试结果的封装档 OK 那这代表我们档案已经上传成功了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些时间来进行档案的处理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按F5 重新整理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测试结果封装档上传了没有 OK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档案已经处理完毕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测试画面 测试然后有一个打勾的图示 就代表你的这个程式已经成功的上传到Microsoft ReadyTest的网站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来去推广 贵公司的这个产品通过相容性检测的话呢 你也可以点选Facebook的按钮 当然这个功能是只有合作伙伴才能够使用的功能 最后我们来统整一下我们测试的过程 有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个我们是建议说把这个ReadyTest的工具 直接安装在这个SQL Server 2008 R2的伺服器上 然后我们的应用程式呢也装在同一台里面 这样子设定上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知道SQL Server 2008 R2的服务执行账户是哪一个 并且设定适当的权限 然后我们建立需要储存追踪档的目录 并且要给予适当的这个写入权限 除了要提供给SQL Server 2008 R2服务执行账户的权限之外呢 我们远端如果说我们这是 如果我们是从远端去执行ReadyTest Tool的话呢 它的权限也必须要被设定正确 那么最后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SQL Server连不上的问题 那这就是防火墙的设定要适当的开启 最后我们来解析一下SQL Server 2008 R2的相容性检测的所有测试案例 其实只有六个 那我们一一来解析一下 第一个测试案例 它会建议说 应用程式如果说在这个连接资料库的时候呢 建议一定要用这个整合式安全性连接 那如果说你是用SQL Server验证登录也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检测过程的那种登录方式的话呢 它是建议至少要勾选强制执行密码原则以及强制执行密码预期这两个选项 也就是如下图示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跟本机安全性原则 本机安全性原则是联动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测试案例 它是属于建议而且是选用的 也就是它如果说没有符合它建议的这种方式的话呢 也是可以通过相容性检测 第二个测试案例也是建议跟选用的 它建议连接SQL Server资料库的时候呢 SQL Server的登录的身份 不应该是SysAdmin的伺服器角色成员 因为这个角色成员的这个权限太大了 第三个部分呢 它就强制要求了 必须要开启预设的追踪 那这一项呢 会透过这个ReadyTest Tool的设定的过程之中 它会自动开启 如果开启没有成功的话呢 它也会要求你提示你说 你一定要设定正确 那么这个测试案例 那当然是强制要求的 因为你的应用程式必须要成功连接到 SQL Server 2008 R2的资料库 才能够通过这个测试 第五个测试案例呢 我想XP Command Shell 这个系统的Stop Procedure 我想各位DBA应该都很清楚 它可以执行SQL Server这个资料库 那一台的任何一个执行档 所以预设来讲呢 这个运输程序呢 预设是被关闭的 不过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一定要使用的话呢 在测试的过程中 只要能够执行到以下 我们中间这一项 只要能够在过程中 能够执行关闭的命令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这一项 相容性检测 那么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呢 它是属于这个也是 也是属于建议选用的一个测试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它是说 贵公司的应用程式如果有使用到 资料库的表格跟索引物件的话 应该要启用所谓的资料列层级压缩 那么这个功能是SQL Server 2008 Enterprise版 以上才会有资源的功能 那中间这两个T SQL呢 是供各位参考的 那么我想以上就是SQL Server 2008 R2 相容性检测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么如果各位还有进一步疑问的话呢 可以透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络我 谢谢各位